大家好,我是Breaker Airsoft 今次講講Tamber Scale的Zip Pack 上次講過MultiCam Black的Cry JPC 2.0的配搭 我就說訂了Zip Pack,現在終於到了 先看看,它原先跟兩條Adapter 如果背部沒有拉鍊,它會有一條Adapter 我就拆了,因為我不需要這條Adapter 後面兩邊拉鍊,拉鍊就跟回Quai的Config Quai穿上去的長度就剛剛好 有時候你會留意拉鍊的頂部和底部的位置 例如你用Farrow,Farrow就由頭開始 上JPC就會變成落了 另外就例如Mayflower那隻,拉鍊也是在上面開始的 所以如果上JPC也會在上面開始的話 JPC就會這樣開始就不是在這裡 所以有時候留意拉鍊的拉鍊位置 大概在下面下一點開始拉下去 布料方面也有500D的尼狼料 我看上去的顏色就跟Quai的顏色差不多 後面的拉鍊有兩條骨 這條骨就是給你插進去這個位置 上拉鍊之外,這個頂部扯下來就不會扯到的 如果你看回Quai自己本身 你看回Quai的C-Pack,這是1.0 1.0,這邊也有兩個扣位,下面也有兩個 就是方便你吃重的東西,吃下的力就不會墜下去 而2.0後面就多了一個魔術碟 就可以貼在這裡,就變得更緊一點,不會太難拉下去 但是Temperger這個就不是Mold這扣,純粹是兩條骨 等下插進去再給大家看看 外面方面,上面這裡就有一個Belgo 然後上面就有一個小袋 下面就是一個袋 表面這些都可以再上不同的東西 雖然我來說就不會再上的 但你可以上東西 因為這個大袋 如果你這個位置 這個扣扣在這裡的話 拉鍊只能開到一半的,就會頂住 如果你不要,它就可以開180度 前面的後面就是March net March net前面就是剛才那兩個袋 這個袋就沒有了風琴會摺位 所以如果這個袋裝東西的話 它會浪費裡面的位置 然後後面就有一個分珠殼 那分珠殼後面這塊就是 拿的魔術碟 你可以貼不同的包包來做組織 那頂這個圈你可以用來穿水袋的喉 那條喉呢,後面這裡有一個洞就可以穿出去 那我現在摸呢,它背部這裡呢 摸到一條硬膠的骨 這裡一條 這個位置一條 這裡一條 這裡一條 那它有四條骨在這裡 就比較平身一點 那前面這裡就沒有骨的 就屬於後面這個位置的骨 好,那現在把袋裝上Fresh 就再試裝東西了 那上袋之前就要穿這條骨 那這條骨就是配第二層這格的 所以就是在 這一條毛骨開始 這樣穿下去呢 這個位置就剛剛好 OK,剛剛穿完這條骨 就穿了頭那兩條毛骨和這條毛骨 其實穿下去呢 就... 這樣一扯就已經寫了 就是已經寫了 好,那現在上了一條拉鍊了 那這條拉鍊呢 就差了一粒 問題不大 那就是JPC的一粒 就長一粒 一粒 好,那上去呢 那它跟1.0一樣 就沒有凸下來 因為它2.0 就長了下來的位置 就放在旁邊的兩個面 那它1.0就沒有這個問題 那有時候你動直 變成2.0就會難動一些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 我喜歡1.0多一點 那至於Fitting方面 那我就覺得它小過1.0 那它... 1.0就應該可以厚身一點 裝多一點的東西 但是都要裝一裝 差幾件 那Fitting Test 那我已經入了三罐 這隻朋友 那什麼朋友 大家都應該知道 這大概是怎樣 那三罐就剛剛好 就剩下一點點位置 如果加多一支四支的話 那因為它的底部就沒有... 就是沒有那麼出啦 那所以就... 所以就... 吃了... 前面一點點位置 這樣就還有一隻手位置做到啦 那拉上拉鍊就勉強都可以的 對,那四罐就有就是這樣 好,可以試一下1.0吧 那1.0就輕易入到四罐啦 那... 那... 拉上中間拉鍊之後呢 就還有一點點位置做啦 那... 如果前面這個位置還可以放多一點點東西的 那... 就... 對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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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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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急取的話就沒所謂 所以這就是Tamerica的CifactReview